建于1823年至1830年 德国博物馆岛上最老的一家博物馆 收藏大量的艺术品中 被认为最具有德国代表性的作品 便是佛里·德里西的《海边修士》 《海边修士》变成了这种艺术品 它被写在1808年至1810年 而在最初的公開展展展时 它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它是太远,太困难,太温暖,太复杂 太复杂,太复杂,太复杂,太复杂 为人们所看到它 但它集成了一个观众 除了德国色彩浓厚的作品 博物馆中在《温室里》是马内第一件被收藏于博物馆中的作品 因此成了广中具意义的重要收藏 在20世纪初期,德国有许多前卫艺术 经过战争东西的分裂的沧桑 却经久更有韵味 记者天宁和天宁整理报道